大學Ocamp年年有 不過玩法就越來越勁爆 甚至過了線 昨天網上流傳一段 嶺南大學的迎新影片 影片開始, 一男一女 蒙眼玩Pocky Game 距離越來越近, 就來嘴上 不過這些只是小疑科 隨後兩個男生在鏡頭前咬唇激紋 還騙得舉手跳舞 這對男女接上 女生以手遮眼, 跟對方熱吻 熱吻遊戲之外 她還掃出獨門功夫 靈活溫勇攝頭 逐一舔個女生的手指 難道這些已經是 迎新活動的指定動作 先問一下領大同學 我聽同班同學說被人罵 被人罵, 為甚麼 不知道他們做甚麼 應該表現不好 玩一下男女之間 她沒有介意, 我覺得沒問題 自己也能接受到 如果叫你這樣玩呢 對方願意, 我願意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有點接受不了 我沒那麼開放 但如果有人喜歡 我尊重他們選擇 O-Camp 今年有 但你們O-Camp中的情況是怎樣 玩甚麼活動 不是你們上網看過的 我只可以玩 如果是我那邊, 其實是正正常 例如第一天是迎新 然後玩一些面膜遊戲 然後晚上玩一些房間遊戲 但也不會有這種內容 可能有一天會去玩水遊戲 但其實玩水遊戲之前 父母也會提醒 他們說, 你們記得穿深色衣服 不要穿淺色, 或是被人欺負 要小心戴衣服來玩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玩得開心 就沒問題 O-Camp的原意 應該是讓大家認識朋友 當時應該會有群眾壓力 但如果真的覺得 如果那個遊戲不適合的話 都會提出 你會不會在山上 他會不是這個人 我別人來就不投入 也希望你們感到很渴望 你看, 每個人都能夠 因為這位遊戲 我來告訴你 你自己是有一個很好 最愛的 大學 Game 你會做… 既然有機器 我來做一下 事件正在調查中 但這樣的古代鏡, 家長也說 例如自己的子女 去形身形狀, 會否都擔心 我也不接受 我覺得大學生可能有些自製 如果剛進去, 當然要保護藝術 我想學校要給我一點點指引 沒有最荒謬, 只有更離譜 教育大學還爆出 形身形涉嫌強姦事件 有祖母在房間玩啪牌 被男同學鎖門強吻 反抗不成, 被性侵 另一個Ocamp的做媽 也在社交媒體都說 自己洗澡時被男同學偷窺裸體 對方更拉開玉簾, 快速離開 事後對方還說 武大康看不清楚, 自罰三杯 警方今天公布 只有四名女子報稱 在形身形期間被性侵或虧淫 深入調查之後 相信上述四宗案件的接緣人 同為一名28歲的本地男子 這名男子 也就一宗今年較早時發生的 和形身形無關的性侵案件 在較早時也都被警方拘捕 人員在昨天, 就是9月5號 拘捕了這名28歲本地男子 涉嫌性侵和虧淫 被捕人現證扣留調查